今天來講講假龐切 切切切切切切切 大家好,我是小露西 哈哈哈哈哈哈 你有病哦 能不能在這兒嘗嘗 大家好,我是小露西 我不該講了啊 今天講講假龐切 為什麼要說切假龐切呢 假龐是什麼?之前咱們講過了 今天來講講假龐切 有人問我 我應該什麼時候去切啊 怎麼這非得切真玩意呢? 說實話,哥們我是個患者 我能分享的只是說切完之後有多舒服 到底你是什麼情況 要不要切 你還得問問你們醫生 有道理 但是我呢就給你個小小的建議 比如說假裝龐切素到2000左右 或者是增生了你就給它幹掉就完了 這僅僅是我自己的建議 具體你還得找醫生 你還得相聊 哎 到底你切完之後 和沒切有啥感覺? 哎 這問題好 這就是個最關鍵的問題 你為什麼切? 你切完之後 到底是什麼感覺? 我們先講講為什麼切 甲龐太高之後吧 咱說時間長了啊 我不知道你們 就說我的感受 就造成了 腎性骨病 首先你就從腳骨根 你就咔咔咔疼 你站你站不動 你起你起不來 你使勁 嘎嘎疼 這一玩兒才找不醉呢 哎呀 你要是再往上的說 小腿啦 胯啦 胳膊肘啦 肩膀呢 這怎麼說呢? 這玩兒形容不了 就是說沒有生活質量 具體怎麼疼? 應該是這樣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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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這麼誇張嗎? 比這還誇張啊 我當時 反正當時沒那麼疼 但是我跟你說啊 比這還難受 還疼 還早醉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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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身輕骨病 最早醉的地方 你跟著六隻眼 活著 跟著六隻眼 哈哈哈哈呀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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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起完之後呢? 好 不你好 起完之後 就像我現在一樣 哎哎 沒事了 不疼了 我還能 蹦 我還能 跳 我還能 哎呀 哎呀 兄弟們 這回看明白了吧 啊 這就是今天 我想要告訴大家的事 具體找醫生聊 一定看住自己的蓋林 甲旁不開玩笑 偷戲的 普遍偷戲的 撒毀 嘿嘿嘿嘿 拜拜 拜拜